Hello大家好,我是Ton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双十一快来了,其实双十一的阵战火早已经拉响了 所以今天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觉得非常实用而且好用的一些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好物 然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双十一我买了什么,准备买什么 如果你们看到之后也有想买的 或者说也有正好需要的 那可以成心的这个机会赶紧入手 因为双十一的优惠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反正有好几个我买的东西都非常便宜 所以希望这个视频会对你们有用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Moydo的一个日本花洒 我们家的房子是一个非常老的,大概40多年的老房子 然后我家在酒楼,所以它的水压其实并不是很高 然后之前的那个汉斯格亚的那个花洒呢 就是水压太低了 然后会用的不是很爽了 然后我喜欢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第一个它颜值很高很好看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增压能力非常强 我给大家看看之前的花洒的压力和现在这个新换的压力做个对比 你们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就现在这个花洒它的压力是非常强的 它水压虽然强,但是它打在身上其实还是蛮舒服的 就是一点不会刺痛 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水压这么大会不会很痛 其实一点也不会 还有点喜欢的呢,是这边可以加精油 然后就会洗澡的时候就有一种香香的感觉 但是这个精油是需要经常换的 我估计这款浴湾我也不换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必要了 然后对,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水压的原因 我家水压太低了,需要一个可以增压的花洒 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云晶的扫地拖地机器人 很多人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就这个目前是很火的 我是大概今年四月份就买了 然后一直都在用 应该是每每天都会扫一次 然后每周拖一次地 然后我这边放了一个板子 是因为我家的这个桌子是多出来的 不知道放哪里 所以我就先放在这边 其实它的操作空间是在上面这边的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扫地拖地机器人好舒适 第一个我觉得它真的很智能 我家之前的是一个iRobot 但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笨 总是磕磕磕磕磕的 这个新的呢,它是蛮智能的 它就会先绕地一圈 然后把那个范围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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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 然后它就会重新回来洗磕磕磕 它就会重新回来洗磕磕磕 然后之后 再去拖 到最后全部脱地完成之后呢 它会把磕磕磕磕得干 这真的是非常 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因为洗磕磕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给大家推荐的 是挂钩 这个钩很好的一点就是它 你看它粘贴的墙面很大 据说一个可以放大概三四公斤 然后这个就很适合在比如说像这种瓷砖墙 不是很平的瓷砖墙或者刷的墙面上都可以贴 然后他因为我当时是为了挂我这幅画 想了很多主办法 一开始用3M的魔术胶魔术贴不可以 然后我就试了这个 这个其实很便宜 一个台一块钱人民币 你可以把它贴在这边 然后我是贴了一二三四 因为我比较担心我把它会掉 所以我放了四个 因为这个画其实蛮重的 然后这样挂上去之后呢 其实蛮隐形的 而且就感觉非常的坚固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买 然后这个我觉得撕下来的话 也不会伤害到墙面 因为它是一个粘贴的 第四个想给大家推荐的是 这个潜水艇的水龙头 就是我家之前的水龙头呢 它的水很大 也不能转 所以很不方便 我就换成了这个 市面上其实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水龙头 但是我喜欢它的特点呢 第一个就是它很短 它就这么短 第二个呢 就是它也是可以调各种方向的 你看打开水啊 它也是调各种方向的 然后它给一个石里面加泡沫 让它滴到下面不容易陷起水花 然后它这边也可以变成一种 像花伞一样了 这样就会水压更强 冲洗比较方便 我这给您用了一年多了 然后其实二十多块钱一个 如果它堵了的话 你这也是完全换一个新的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购买的 而且潜水艇的质量一般都还不错 这个我已经买了好几个了 然后又给朋友买了一几个 放到他家里面 很受好评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已经使用过一段时间后 觉得非常好用的东西 那接下来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双十一我有买什么东西 这次买的东西呢 有回购的 然后跟大家讲讲我的使用感受 还有一些是新尝试的东西 我会把图片放在这边 方便大家搜索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 我的购物车会分成三个部分来介绍 第一个部分是日常用品 第二个部分是护肤品 第三个部分是一些吃的 然后我们开始吧 我第一个买的是这个宠物包 是这样子我们家两只猫咪 然后之前两只都可以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宠物包里面 但是因为他们两件长得很大 像这只黑豆已经十几斤了 所以两只塞进去比较麻烦 所以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新的透明的塑料的 我为什么买这个透明塑料的呢 是因为我想让他们筛太阳 然后他们其实有时候不涉及在太阳下面 所以我就会把他们放在这个包里面 然后一直放到一个包里面 然后放在太阳底下 让他们偶尔摄着太阳 可以给他们补补盖 因为我们家另外一只豆腐 它有点缺盖 然后这个平时如果假设 真的要带他们去宠物医院或怎么样的话 也是有两个包比较方便了 第二个呢是这个转表 即自动转表器 是因为我最近买了一块机械手表 然后它需要一直让它转动才有能量 才能自动上 应该叫上链吧 所以我就买一个这个 到时候让它自己在家自己转 然后就不会担心表停的问题 第三个是这个沥水架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家的沥水架的位置 其实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个这种 就是可以收纳起来的一个 可以放在池子上面的这个沥水架 我就会比较方便 然后平常不用的话 就可以把它收起来 也不会太佔地方 我知道我朋友家就是雨哥他家看到的 所以我就也想买一个回来试一试 这个是我在抖音上看到的一个 就是多功能的一个像是一个工具 一个多功能的扳手吧 就是它你看它有雪花那样子 有很多个不同的头 所以你可以比较方便的去调节 或者装宜家的东西 或者一些DIY的东西 所以回来试一下 这个水壶是我之前在中餐厅看到 那个海涛他在用 然后我看最后王俊凯也被种草了 这个水壶 所以他的演唱会说也不在用 因为这个水壶是一个很大容量的 然后我买的这个是可以放热水的 它有两个版本 一种是可以放热水 一种不可以放热水 然后买这个是可以耐高温的 然后我就会把它平常装大概两升的水旁边 就保证说我一天能喝足够的水 因为有时候你会忘记喝水 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水瓶在那边的话 你会不自主的去把它喝掉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应该已经下单了 然后杜海涛和王俊凯同款 然后这个也是我被一个博主种草的一个跳绳 就它是一个智能跳绳 就它会有个手机APP 然后同步到这个APP里面 你今天跳多少下 然后你的排名等等有的没了 所以也是一个锻炼的一个好东西吧 希望我能把我的肚子剪下去 黑豆豆其实很黏人的 有时候你不理它 它就在旁边喵喵脚 然后我下面买的这个是一个圣诞树 圣诞不是快要到了吗 然后因为我们家的位置真的很紧凑 所以放不下一颗就是真正的圣诞树 所以我就买了这种壁挂式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壁挂式的圣诞树很好 就是你平常不用的时候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挂东西的一个收纳壁挂 然后平常也可以用 我觉得挺方便的 然后也不沾地方 然后这个白色的也挺好看的 等我买回来装起来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看到底有没有那么好看的 接下来的是这个短裤 这个短裤我已经买了很多条了 因为我就是自从疫情以来 我就基本上没有穿过长裤了 反正在家里面 因为是纯棉的嘛 所以就是非常舒服 然后已经回过了大概就是第五六七八条了吧 挺好的 我觉得然后这个价格其实也一直都是这样 也没有怎么变过 所以我觉得 很喜欢 所以我又买了 这个牙膏是我在也是被人推荐的 就是应该是那种有医学美白的成分 就是刷牙的时候不能沾水 直接沾着牙膏 然后在嘴里刷 据说它里面有一种就是医学用的抛光的一个什么物质吧 反正听说很好用 我倒是用了如果好用的话会反馈给增加 这套雪花秀的护品应该是我在李嘉琪日文间买的吧 是帮我同事买的 所以价格非常划算 因为我记得这里面有一个一个精华霜在新加坡就要卖200多新币 然后这整个一套下来才1500人民币左右 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然后反正是帮同事买的嘛 这个也是在李嘉琪直播间买的一个洗面奶 就是我一直用的是斯塔福的洗面奶 然后有点用腻了 据说这款也很温和 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再试一试 换个口味 然后反正价格也很划算 我觉得现在在直播间买东西真的非常划算 因为像这个买一瓶 然后还送三瓶小的 它在夏坡的官网上好像这么一大瓶卖20多新币 所以100多块钱的 所以我觉得是蛮划算的 准备试试 这个亚顿的精华也是在李嘉琪直播间买的 然后这个是给我妈妈买的 等他回馈吧 因为据说这个评价是非常好的 然后买一瓶60颗 然后又送70颗 还送一瓶眼霜 所以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在李嘉琪直播间下的单 这个面膜也是在李嘉琪直播间下的单 这个面膜真的是疯抢 因为当时被我的好朋友就是宇哥推荐了这个面膜 我就开始用 用了40片左右吧 就是其实真的是很好用 因为我的皮肤是那种敏感的痘痘底 就是用别的面膜可能真的会焖痘或如何的 但这个面膜就真的是用了40片之后 就是一点都不闷痘 然后第二天真的会觉得皮肤很滑呢 其实我真的不清楚这些面膜的具体功效 但这个是我用完觉得很舒服 然后第二天感觉皮肤撞得很好的一个面膜 所以我就又回购了 然后这个在嘉琪直播间真的是疯抢 当时上架的时候大概几秒钟就抢完了吧 因为是买20片 然后送28片 就是买一送一还多 然后380块钱 就是平常应该是500多块钱吧 20片吧 现在是380 买20片还送28片 真的很划算 然后第二天那个威亚直播间也有 然后就帮我妈也抢了一套 我也是蛮幸运的 两套都抢到了 都是同样价格同样优惠力度 我觉得这个买的非常值 然后这是我一直有在回购的面膜 所以趁现在双十一赶紧囤一点 现在来到吃的部分 其实这次吃的我买的并不是特别多 然后这个螺蛳粉是在威亚直播间买的 因为我本人其实很爱吃螺蛳粉 吃过各种不同味道 然后这个是新的口味 所以想尝试一下 然后就买了6包 然后呢 这部分就是我长期回购的 这家店 这家店铺是一个专门卖陕西风味小吃 或者陕西美食的一个店铺 我在这家店已经下当了好多好多好多了 我之前的视频 美食测评 也有讲过这家店的东西 然后我这次又回购了凉皮儿米线 流口水 甘泉豆腐干 我这次还都买了一个这个会麻湿 就是这种干的麻湿 麻湿是陕西这种特色面食 就是比如说用红薯鸡蛋一做就很好吃 所以我买一点回来试试 如果你是喜欢吃陕西美食的话 我强烈推荐你去这家店看看 真的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美食 然后完全没有广告费 就是我已经给我的朋友们 安利过好多次这家店 就是每次我发朋友圈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你这个在哪里买的 我就会安利这家店给他们 真心推荐的 然后我觉得这家店应该给我 结下广告费吧 因为我觉得我给他们带来了 一些生意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有正好需要买的 或者有喜欢的 可以趁现在双十一的时候 赶紧加入购物社 因为现在力度真的是非常的巨大 那谢谢你们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黑狗一脸无奈 拜拜 拜拜